11.7萬劑AZ疫苗最快下週三開打在即 但國際陸續傳出接種AZ疫苗後 出現嚴重血栓甚至死亡 指揮中心卻肥在怕 AZ疫苗最近就是美歐跟美歐三國 新生血栓的狀況 想說會不會擔心過 台灣民眾市場 不過這裡面在 歐盟他們也有真實的表示 但目前沒有直接的證據 來顯示這個情況 所以還是呼籲要持續施打疫苗 因為現在有很多民眾 沒有做出民調說 百分之一有 但民眾認為說首長先施打疫苗 怎麼祝福他們施施打的疫苗 但什麼時候部長 重新考試要再接種 沒有 這還是要照著我們這個 科學的證據來做 那不過我們現在先調查看看 就是說現在我們不是疫苗太多 我們現在是疫苗 前那個量在我們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也是有他的需要 還有相關將來這個體育運動選手 再出口是必要性 所以現在用在刀口上是比較重要 那當然有必要 但也不排除這個可能 有更多的科學證據跟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所以我們當然不排除 所以我們現在的三十例 並沒有超過這個背景 發生血栓的機率上 國外這個西方人的機率是我們荒種人 大概五到三 第一階段是不是先緩打 等到更明確再打 那這個是可以考慮的